韩国导演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了吗 这又是一部把高层的脸按地上摩擦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2018年的韩国 女主财允是一名雷厉风行的谈判专家 有一场紧急任务将她从相亲场景叫了回来 绑匪挟持了两名人质 由于语言不通 与警方对峙已有五个小时 财允赶到临时指挥部后 组长都已准备下令强攻 然而财允还是争取到了半小时的时间 在随后的交谈中 财允赢得了绑匪的信任 成功进入了房间 利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顺利说服绑匪释放了其中一名女人质 但就在屋内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 绑匪突然发现特警正靠近这里 财允还没来得及解释 子弹闪光弹就接踵而至 接着大批特警冲入房间 伴随着一阵枪声响起 映入眼帘的是已经死亡的人质 财允深感痛苦和自责 他将人质的死归就于自己 殊不知这一切实际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毫不知情地他向组长提出了辞职 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有人死自己面前 但组长因为需要紧急出差 让财允等他回来再说 无奈的财允只能暂时请假休息 可在这天 同事地中海突然来到他家 二话不说拉着财允让他穿制服 原来是因为厅长点名要见他 当财允一头雾水跟着地中海来到总厅 穿过一道道防卫森严的密码门 映入眼帘的竟是这样的景象 身穿各种制服不停在忙碌的工作人员 以及墙上巨大的卫星图像 所有的一切让他目瞪口呆 更令他感到惊讶的是 这里不光有总厅厅长 连国家安保师秘书长也在这里 还没等财允搞清楚状况 他就被拉去接一个视频电话 财允紧张地坐了下来 接通后 视频那头的男人似乎知道财允的身份 自我介绍叫你太久 一上来就问财允 这样不明所以的财允直接挂断了视频 出乎意料的操作让屋外众人慌了 而财允淡定地说对方还会再打来的 果不其然视频很快又打了过来 财允不顾秘书长大声斥责 毫不犹豫再次挂断了视频 随后起身来到屋外 他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然而视频紧接着第三次打来 这次只能换个人临时接通 可这次接通后所有人都看傻了 敏太久旁边跪着个人 打开头套竟发现是去出差的郑组长 这次敏太久没有说一句废话 直接掏出左轮装进一颗子弹 与郑组长玩俄罗斯轮盘赌 幸好没有发生意外 此时的财允不敢再任性 对方明显是丧心病狂的男人 他重新坐回电脑前 老老实实回答了自己的三维 这才暂时平息了敏太久的怒火 当财允想了解对方的意图时 敏太久竟以吃饭为由挂断了视频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让酒精沙场的财允摸不着头脑 趁着这个间隙 财允终于了解到了这次的任务 敏太久手里共有两名人质 一位是韩日报的李记者 另一位是前去谈判的郑组长 而敏太久是个孤儿 从小就在国外生活 现在是一个绑架集团的首脑 而财允会被安排负责这次谈判 也是敏太久主动提出的 至于目的暂时还不清楚 财允目前只需要拖延时间就行 因为那里位于三不管地带 高层已经派遣特工小队前去营救 很快敏太久的视频再次打来 只不过这次谈话身份已经变换 之前想要掌握主动权的财允 开始环抱双臂一副防御姿态 而敏太久摊在椅子上嚣张至极 已经完全掌握了这次谈判的主动权 接着他提出了第一个要求 韩日报的尹社长 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到场 否则他将不介意先杀人质 如今没有人敢读敏太久是否来真的 于是正在打高尔夫的尹社长 被直升机直接带到了现场 看着他一身休闲的装扮 财允很细节地给他换了身衣服 当视频再次接通后 两名人质都被带了过来 但敏太久上来就问 李记者到底是不是韩日报的记者 而尹社长在片刻呆之后 马上承认他就是自己的人 并详细列举了李记者过去报道的新闻 一字不差的全盘拖出 就像是小学生贝克文 这明显不是敏太久想要的答案 他让尹社长站起来退后几步 当他看到尹社长没换下的裤子 就明白了他刚从球场过来 一个韩国最大报社的记者被绑架 不光没有一点报道 老板甚至还有心情去打高尔夫 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但敏太久将尹社长家人的资料 以及女儿学校地址全部说出来后 尹社长直接愣在原地 厅长看到这想打圆场 谁知将敏太久彻底激怒 他直接拿枪顶着记者脑门 质问尹社长 是不是想让老婆孩子也来他那一日游 平时养尊处优的社长 压根没见过这阵长 马上大喊道李记者的身份是假的 财云猛了 意识到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绑架案 面对敏太久的质问 财云坦白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可敏太久不听他解释 直接对郑组长扣动扳机 随着枪声响起 因为害怕财云在谈判中感情用事 他不仅工作被人接替 还被强制带走 如今接替财云的是情报院的特工 他们坦白了李记者的身份 其实李记者是他们派去监视敏太久的特工 接着扬言让敏太久归顺他们 毕竟李记者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个弃子 然而他们低估了敏太久这位亡灵之徒 他大手一挥 视频中又多出了四名人质 其中还有两名儿童 这让现场的人都捏了把汗 毕竟牵扯到儿童 现场谁也不敢承担这种责任 接着敏太久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马上让财云回来谈判 当财云再次回到这里后 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那就是任何人不得干涉他的谈判 在得到同意后 财云再次接通了敏太久的视频通话 而这次在聊天中 他们发现敏太久在看向小女孩的时候 面部表情有轻微的浮动 所以财云想以家人为突破口 来探测敏太久的目的 但他还是失败了 敏太久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而是让火海集团的聚会长一小时内到场 随后财云了解到 聚会长曾是敏太久的老板 两人成立公司贩卖军火 但后来聚会长发现 敏太久私下将军火卖给海盗后 两人就闹翻了 聚会长还向韩国情报院举报敏太久 并自愿缴纳5000万美金的罚款 以此洗白了自己的身份 并且这次海外营救的资金 全都是聚会长独自赞助的 而平日和他谈笑风生的 全都是跺跺脚国家就要颠三颠的人 很快 聚会长亲自到达现场并连通视频 敏太久看到后迅速起身鞠躬 完全呈现出对老板的尊敬姿态 而他也只有一个要求 让聚会长解冻他们公司的账户 因为聚会长离开后 公司账户就被冻结了 当聚会长同意了这一要求 敏太久马上聚躬以示感谢 这让另一个房间观看的几个高层 脸上都露出了不过如此的表情 与此同时 聚会长也显得有些得意 不懈地询问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敏太久经过片刻沉默 终于揭示了他真正的目的 这一刻 在场所有人的表情都变了 当聚会长声称不认识贤朱后 上一秒还对他毕恭毕敬的敏太久 下一秒便对他骂了起来 而敏太久口中的贤朱 正是十天前采允前去谈判的绑架案中 死去的那个女人质 贤朱曾负责管理会长的秘密金库 而当初也是他将贤朱介绍给聚会长的 现在会长竟说不认识他 这彻底激怒了敏太久 当场播放了一段录音 这正是聚会场伙同几个高层 商量着用军费买翻新的二手装备 从而贪污国有财产的罪证 随后 敏太久提出了下一个要求 让国家安保市黄市长在一小时内赶到现场 否则所有人质都会死 然而事实上 黄市长对此事全都知晓 因为他就在这栋楼的另一个房间 当聚会长回到这间房时 黄市长提出在证据销毁前 所有人都不能离开房间 很显然 他完全不在乎人质的死活 在另一边 厅长找到财云 要求他尽量拖延时间 因为特工队再过两个小时就发起进攻 虽然财云不同意 但这是高层的决定 谁也无法改变 当敏太久再次打来视频通话 财云向他解释了当前情况 表示聚会长已被逮捕审讯 接着他提出建议 让敏太久把那些资料交给他 他会帮助敏太久把资料里的人绳之以法 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屋外已经闹翻了天 因为他们发现此时的视频通话 正通过直播的方式在网络上迅速蔓延 而上传的服务器地址却在国外 并且由于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全国多个电台也开始同时报道这起事件 局面顿时失去了控制 黄市长得知情况后大发雷霆 为了自己贪污的丑闻不被直播 他做出了违背祖宗的决定 下令让特工队强攻 不顾人知的安危 在此期间 毫不知情的财云仍在劝说敏太久 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时提示器传来消息 贤猪竟是敏太久的亲妹妹 是唯一的亲人 这让财云瞬间不知该如何劝阻下去 而此时收到命令的特工队 已经开始行动 当财云看到传回来的画面 焦急地劝说敏太久释放人知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将杀害贤猪的幕后主使抓捕归案 但敏太久清楚 一旦他释放人知 幕后主使不仅会逍遥法外 自己也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 接着压来了一名人知 此时仁智身上已经饱满了炸药 看到这一幕财云赶紧跑到指挥室 让特工队停止进攻 当消息传到黄市长耳中 他依旧不顾仁智和特工队员的生死 气急败坏地下令继续强攻 而这样做的结果 不仅让现场的房子被炸得粉碎 十几名特工队员更是无意生还 当得知敏太久炸死了自己和仁智后 他们不光没有对仁智和特工队员的一丝愧疚 反而举杯庆祝了起来 殊不知死神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 失魂落魄的财云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 恍惚间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随后他急忙冲出去报告 推测敏太久并没有死 根据视频中的光线来看 泰国今天的日落时间是5点08分 韩国的是7点30分 但视频中都已经到7点了 外面的天还是亮的 那这说明敏太久并不是在泰国 而是在韩国 随后出入境管理局发来一段视频 证实了财云的猜测 敏太久伪造了身份 在两天前潜入韩国 财云意识到了敏太久的下一个目标 急切询问上司黄市长等人的位置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敏太久 已经杀疯了 当敏太久走到黄市长等人面前 一身杀意 令这几名身居高位的大佬都感到寒意 据会长原本想以老板的身份说教几句 迎接她的则是干脆利落的一枪 紧接着敏太久按下炸弹背心上的定时器 想让几名罪魁祸首给妹妹陪葬 然而财云突然跑了过来 告诉敏太久自己会帮他妹妹洗刷冤屈 嘱咐他千万不要冲动 可如今敏太久是怀着必死的决心前来 因为他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妹妹 是他要求妹妹去偷走具会长的犯罪证据 结果没几天 妹妹就不幸遭遇意外 正在说话间 窗外闪现一道白光 财云意识到那是狙击手 他立刻冲到窗前 用自己的身体挡在敏太久前面 不愿他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敏太久也看出了财云的意图 他不愿再让这个很像妹妹的人因自己而死 于是他站了起来 用枪瞄准了黄市长 使他自己也暴露在狙击枪的射程内 一声枪响后 敏太久缓缓倒在地上 而几名高层也在特警的护送下离开现场 然而财云紧随其后 拦下了黄市长的车辆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故事的最后 财云利用敏太久提供的证据 对黄市长等人提出了诉讼 虽然未知最终的结果如何 但他遵守了对敏太久的承诺